大家好 歡迎我們今天來 我們本身上計畫第二場的論壇 是以現場電影為挑戰主題 先歡迎今天的四位獎人者 特別是吳子安、鄭仙瑞 還有邱志玄跟我們有一位 從英格來的客戶 男人Jenny Wilde 先歡迎他們先入座 謝謝 我們今天這個論壇的時間表 剛剛在樓下公布 如果你們有想要知道時序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就是樓下藝人的海報 旁邊有提一張時間表 那我們今天的整個順序呢 會先有四位旅壇人分別各自 就是講述他們各自的策展跟創作經驗為主 大概是30分鐘左右 中間都會一個小時都會有10分鐘的休息時間 那如果在休息時間的時候有些問題 也歡迎大家就是以此交友討論 那我們今天就是很快先請 第一位獎者 子安 然後來分享他從會員電影 就是整個慢落的現場表演 創作經驗 好 大家好 那我們就過去用電 今天是個輕鬆的團盒 所以大家那個 要幫忙啊 有 要幫忙啊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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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好 好 大家好 謝謝 羅里斯還有三號 就是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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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本來是沒有電影 所以我今天講的部分 也會比較從電影的方向先開始講 講的所謂的 Live Cinema 到底是 對我來講是什麼 那 因為我自己的表演經歷也沒有很多 所以我會講一些我自己有興趣或 我喜歡的作品 然後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我對這個事情的想法 那 好 那我們先從就是 名詞開始 那 所謂的Live Cinema 這個大的 名詞下面其實 好 我們先講Cine Concert的概念 就是其實從 墨片水大大 就是 電影還是無聲的時候 電影的表演方式 電影的放映方式 其實這樣的接近劇場 雖然是 呃有放映師 有膠卷 放映出來之後 你還是需要現狀的配樂 你音 所以你音樂風 你就比方說 呃 螢幕上有扭過去 然後你在旁邊拿一個高溫 起來你瞧瞧瞧 那製造出那個聲音 模仿影像 就再度模仿 呃 影像再現出來的 呃的現實 那個狀況 然後還有龐白啊 那像我們都知道 這款有很有名的電視傳統 其實台語片 也有 就是 在 呃 末片時代我們需要一個 呃 類似配音樂 或者是 呃 又像火播劇那樣的形式去 讓電影更有連場感 那那個是呢 就是 呃 就是 呃 台灣時間電 早期時間電影的放映 就找聯牆 還有那個 呃 同業生來做相配的 就等於說 不只是 配慾的認識而已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 重新詮釋的方法 那好 那接下來講 Extended Cinema Extended Cinema中文翻成了 擴言電影 那 其實它從 60年代 或70年代的 美國就開始 那甚至是 20 有的人會認為說 20年代就有所謂的 Extended Cinema概念 為什麼呢 比方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 它是三個螢幕的 呃 16厘米的 頭領 那它是一個 藝術家叫做Oscar Fincher 他在 1926年左右做 那 2012年 他們有做一個修復 然後就是 把它變成 比較是裝置的形式 在展現 可是它當初放映的時候 是三個 膠卷在輪廓這樣子 那 這個就 已經不是我們想像中的 早期的電影的概念 那其實我們現在這個 電影的概念可能就是一部 90分鐘 那經典一邊坐著看 看完就好 但是 以前的電影沒有 在電影的 建制出現之前 沒有這種情 那 有一個學者叫做 Jun Young Love 在1970年代的時候 他提出了 Extended Cinema這個概念 那可是 70年代的時候 他們當 膠卷面對到VTL這個 沒猜 就是 他們其實對 影像的想像是 非常的充滿了科技 科技觀跟未來感 也就是說 他們認為 就像我們現在 面對到VR AR 以來就說 電影的未來就是VR 那 就是對 可能那個時候都在買 也許 Extended Cinema是電影的未來 但是 現在 從現在這個時代回去看 也許它是可以定存的 也許是真的不一定 那 不然好像去年 台灣開始的表演 就是阿米茶幫的那個熱視 那 那 熱視那時候 他們好像把 Live Cinema 翻成直播電影 然後那個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嚴禁 直播電影 到底是什麼 結果 它還是在Live Cinema概念 那 不顯是一個翻譯的問題 或怎麼樣 可是 我覺得 Live Cinema 就我們今天的講題來講 它其實是可以包含 非常多不同的念想 然後 就是 它是一個 相對模糊的詞彙 相較於 是Live Cinema 或者是Extended Cinema 它是比較 有更多的 紫色型 有更多紫色的可能性這樣 好 那 我剛剛已經說 我自己的第一顆戒指 對 好 就是 OK 那我們先從 好啦 那總之就是 剛剛講的 這些 就是 考古的東西 那我想要繼續考古 因為 就我本身 那些水晶逆行叫 是不是這樣 那 好 就是 好我們先講就是 18世紀的電影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其實跟我講 要會舉個 Extended Cinema 歷史 好 我們先講 這個東西 中文好像穿成什麼 西洋鏡嗎 西洋鏡 對 然後 它還有 就這個東西 以前還沒有電的時候 它是一個 類似油燈的東西 它現在裝有鏡頭 裡面點火 放一塊玻璃片 亮的時候 再按空間以後 影像就轉出來 你看我們看中間的影像 基於這個 這個 奇怪的裝置 欸 好 基於這個裝置之後就是 他們發展出 非常多的戲劇形式 然後 像那個 Fantasm 什麼 Gory啊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恐怖片 其實 那其實在那個 大家還對影像 沒有這麼多倦在的年代 只要一個暗的空間出現一個 幽魂式的東西 就 好像大家都會很興奮 然後這個就是最早的恐怖片 那最左邊這個東西呢 就是後來 呃 這個機器已經變成一個家用的 兒童的玩具 最右邊可以 然後 所以就是 變成說有很多可愛的圖案啊 然後 你甚至可以 在那個 玻璃製的 頭影片上面 做一些 技術 也很類似 現在的夢想 像Fantasm 可以做的東西可以 做一些動作 然後讓它 讓一些 土相動起來 這樣 那 這是這個東西的 氣泡的延伸這樣 那 最左邊這個東西呢 就是比較 堅強 我記得好幾年前 五篇張有花的 作品 用類似的東西 在兩年完整 過 這樣 然後 所以這個是一些 早期電影的科技 那 其實我覺得 跟後來的 Hispanic Cinema的 運用 基本上 有一些 一群投工之廟 就是他們會運用一些 呃 比較早期的 電影史的 呃 想法 來 應用在現在的創作上 那 好 那我現在開始舉例子 我自己看過這個表演啊 那 我要講的第一頓是 蓋馬丁 蓋馬丁是一個加拿大的表演 那 2011年的時候 我看了一個 Hot 就是 呃 現場電影的配樂 那 它這部片叫做 基努力音樂傳說 它有 Stronger Chimeline Hot River 然後 那個片是一個 呃 我忘記什麼字的話 好像80年代 小年代初期 早期的片 那 那 它 在台灣也有放映過 但很久 在那個 呃 那 呃 它版就是一部 4成 4成6的黑白片 然後 還蠻好笑的 有 就是蓋馬丁這個人 它 呃 那個 氣氛這樣子 那 呃 這個表演呢 在2011年的時候 在紐約就是 有一個表演藝術的 藝術中演展 叫做 可風馬 和 臨門中心共同製作 那 它找了 管學樂隊 現場配樂 還有 呃 管學樂隊的現場配樂 然後有一些 呃 奇怪的 風靈 就是你剛剛講的 那 呃 然後 影像本身它不只是 就把它擺在這邊 它把它 重新剪成三個螢幕 在某些 需要想要音樂的時候去 讓它變成三個螢幕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已經跨界在於 呃 電影與演唱會中間的形式 可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最有趣 為什麼它是有表演的 是在於那個 Forey的部分 他們那個時候就是 找所有的 做Forey的人都穿故事 然後那個電影裡面 有在做故事 然後 他們就弄一個 雲槓 然後在雲槓裡面 就是做很多 那個 奇怪的效果 雖然你同時 在看電影的時候 你也看不到 像是在表演 那 這個就是同時 你揭露了影像的幻覺 跟下面其實 它的聲音是怎麼樣 製造這個幻覺 所以你同時看到這兩個 那我 放一下影片給大家看 但 時間外面 幫你 我們還幫你 對不起 我們在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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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sen dassen skies 方面的音符 好,反正這個影片是有兩隻魚,然後他在小,然後其實現場表演說要是兩隻拖鞋,大概總的大概是這樣的概念吧,然後,OK,好,那我繼續 好,那,好,那這是想看,另外一個,他在2014年之後再發,李塔尤,蒙特尤做了一個,真的是直播電影,叫做Seance,然後他那個時候去考究了很多,呃,已經上,已經找不到的點,因為電影的焦局在那種時間點,就是被 全部被,就是很大部分電影集,都已經找不到了,那,他就從,後來是要問一些研究去找到這些電影,然後重新把它拍出來,那,拍出來的方式是在美術館裡面到大雷攝影館,然後放進去直播,然後直播,後來就是,他基本上把這部電影拍攝的東西很漂亮,那,而觀眾們去看,然後,那這部電影,退回到戲劇的另外一個方式,但我不會講退回的就是啦,就是我覺得,各個Jump Rock,他本身應該是 很平行的這樣,就是,他是一個發展這樣,那,呃,對,然後他,後來這個project做,呃,這,他你在,呃,不只是可以像影觀看,你也可以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去,看他現場拍攝的過程,那,等於說把電影這個龐大製作,就是,電影的製作是非常耗費金錢的,那,把這個金錢的每一個環節幾乎都,利用到,那,這個是一個把,就是現場拍攝, 作為表演,作為,呈現場拍攝的過程的一個例子,那,給大家再看下一個第一篇,那,給大家再看下一個第一篇 好像看這個樣子,這是,我們會死一段影片 好? 我們現在去看這個樣子,我們會死一段影片 我們會死去吧! 我們會死一段影片 我們會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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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在這個聊 那就是這個在這個過程呢 就是他每天拍了一部短片 那最後變成那個 我要來公你 喔 在這這這這 沒有 是然後這裡 謝謝 OK的 喔 隨便到兩天 然後 好 對 然後他最後把它拍成一個場 前天成一個場片叫做 《火比德文在2015年》這樣子 對 那好 這是蓋瑪丁的兩個案件 當然他這個人本身都做過很多新的唱車的表演 就包含他最 對 呃 陳明座之一叫做的那個 《Brain upon》的《Brain》 然後他最早就找那個 《Rude》去現場 念那個 對 念他旁白 然後每一場都不一樣 那就是 對 就是 他是一個做現場的 呃 的配音 在現代做現場配音 與 配樂的 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蠻 蠻有名的 那好 那講第二個 好 講第二個 第二個案例是那個 《彼得格林奈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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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其實 他其實也是一電影導演聞名 他本來是做 廢話於藝術史 那他 呃 他有非常多的系列是在講那個 西洋藝術史裡面的一些作品 那其中老講的戰略都沒有看過 叫就是 就是 最後的 晚餐 然後他那個時候是 他基本上他是一個多媒體 其實那個時候還沒有這麼多 那現在的話 像 呃 我覺得很多那種多媒體展也都 都有一點 其實印章的行為就是 在於通知裡面你用影像去填滿他 也不是填滿他 就是你用影像去佔領他 然後 在這個案例就是 我覺得他是比較進入式的 就是他也不是劇場 他也不是電影 他是用這個空間 然後你進入這個空間 在不同的 呃 區位 比方說 呃 這是在那個 紐約的那個 Park Avenue Armory 做就是 他是一個軍艦庫 所以他這樣很淡 然後在裡面搭出一個 然後這個作品本來是在米蘭線展 就是他有點那個 限定製作概念這樣 但是他就把它搬來 那個一個軍艦庫裡面 然後你進入的時候 不同的環節 等於是敘事的一部分 可是你作為觀眾還是可以走動的 所以 藉由的就是裝置 他沒有 對 就是裝置還有影像的方式 就是他用這個去 等於說你 用另外的方式去 體驗這幅畫 或是他背後的一些 異式 context 那 對 所以 好 那 好 那我再放下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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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正確的聊天 笑聲、音樂 與未來的寶寶 與未來的感情 和一種期望 永遠的幸運 一遍一遍 一遍一遍 反正大家看到 他用作音樂的方式 這只是一個預告 網路上 我找不到那個實景的圖 所以就 然後 對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 好 我現在學會了 好 對啊 那就是 就是一個 一個就是用空間 然後去讓 像 知道你像說故事 或是不只是說故事的 一個觀光經驗的 另外一個案例 然後在同樣這個場地 其實也有做過很多就是 因為我覺得還蠻多這種 使用大型 使用大型空間的影像 它是需要這樣的 就是 就是足夠的空間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 呃 比方說像那個什麼 Masic Attack 之前有跟一個 英國的 其實 遇到有點像 他 他有做一個 比較接近一點的唱會 但是 就是 因為這個空間足夠 巨大 所以你可以 讓觀眾在裡面 走動 或是體驗 就是 就是 呈現一下 那 對啊 就是 這是一個 比較奢侈的使用空間 就是案例 然後 另外就是 之前有一個 宣言 就是那個 凱克 布蘭奇留言 對不對 他的裝置版本 也是 就是 偏附在這個空間面 那同時會 站有一點點 這 所有的影像會 呃 有一個sync的作用 那 好 好 下一個案例 可能大家都知道 是三秀斯 那 可是 三秀斯的短片 其實 在青年代 他在拍劇情片 跟劇場製作的中間 他拍了很多的CM短片 那 講三個例子 是有所謂的現場表演 第一個是 蝶福記 對 蝶福記他 這個短片 他基本上是一個 非常夢幻的 一個 有點像色情片的 短片 那他是 就是 裡面是很多 其妝製作人在 雜交啊 或是幹嘛之類的 可是 他在放映的時候 其實是 像這邊有個別 他是故意 用一些遮蔽幕上 你看不到 但是觀眾 並沒有預期 就是 在當初 觀眾其實沒有預期到 這是個表演 大家趕快出來看電影 但是 雖然說這個人 他基本上非常喜歡 挑戰觀眾 或是 調性觀 那 就是 在當初放映的時候 其實他是 他是用 一些蝴蝶啊 或是人類的東西 去把 透映機這部分 故意看得到 那個 攝影片的那個重點 在哪裡 那 第二個是審判 審判 他其實 內容就是 他有一個難的 A的冰箱 走來走去 然後最後 他有排暗中 然後讓大家去 丁丁 在螢幕上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 比較 要介於劇場跟電影中間的形式 就是 他用暗中的人去 呃 與觀眾互動 或是 對 那最後一個 呃 叫Lora Lora這個 這個東西他就是 他一開始是 他基本上他主播片就是 三個風雨的人在 就是 一直罵觀眾 然後他就 罵一直罵一直罵 然後罵到最後 他的暗中就是這個 男的 叫 他叫深情片 就是Henry Movisaki 然後他 呃 就是 最後他就是 生氣了 然後去 螢幕前面罵人 然後螢幕前面罵人 然後被抓到螢幕裡面去 然後他抓到螢幕裡面去以後 就被裡面 然後螢幕上面當然就是他有進去的 然後進去以後 又被這三個女人 調戲啊 或什麼 然後推出來以後 已經全身沒有穿衣服 那 就是去年 他們有重置這個表演 就是因為雖然就是過世很久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是看不到的 但是 去年好像英國的Tate 跟 呃 美國的哈佛大學 還有 就是在紐約也有 也有做這個表演 就知道 到這個 這位先生 那他是 就是 雖然就是門徒之一啊 那他就是 用當初播放這些電影的方式去 製作這種短片的電影表演 這樣子 那就是用剛剛講的方式 那 那我自己覺得很感人 成功已經過了上多少 四十幾年 那他其實他已經是個老人 結果他 那個時候他走到這個螢幕上面 然後去前面罵人的時候 他是個老人 然後進去後又變年輕了 然後推出來他又是個老人 對 所以 對啊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重置 我覺得最有趣的點 是這個啊 當然就是 這些是一些 大家的參考案例這樣 好 那 那 好我講太多了 好像有盡快 好 那 完蛋完蛋 那我就 好啦 你真的假如我自己 但是我只剩什麼 那 好那我先講 我的那個 方式的事情 就是我第一次做的東西 是2005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有個機會 就是 做好幾場 轉變方案 因為做我剛剛都轉變 然後全部收起來 大概可以加起來 還有一個小時 我們90分鐘之類的 那那時候我們找了 一些音樂家 做配樂 那 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還是在合作 這個台灣的音樂家 教育給我防疫 那那時候 我們在紐約 跟好幾個地方 一起做 做這個表演這樣子 那 呃 那所以 對就是 我覺得這個 比較有趣的 因為大部分都是小場地 所以小場地 就是不同場地 會有不同的 概念這樣子 那 如何與配樂公共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每個 因為這些都實驗音樂家 所以實驗音樂家 他們 有非常多激情的傳統 那對我來講 我只要看一個play 因為我片都寫好了 但 與他們溝通反而是一個 重新在發現作品的方式 這樣子 那這個影片我們都不看了 好 那第二個就是 我做了 我之前做了一個 劇場 類似劇場的東西 那他是 他其實那個 找我做的那個 主揪 他是一個音樂家 那 那個音樂家 他想要做一個多 多感官的表演 就是有食物啊 然後有 鏡照啊 然後有 音樂 有影像 那我是負責影像的部分 那 我影像的部分 只要是更有覆者的啊 那這個段 我覺得有趣的這件事 因為做了兩次 第一次是他想要做一個 藝蘭空間 然後因為有食物嘛 食物就是 藝蘭小姐在那邊發食物給大家吃 然後做料理的一個部分 那 影像就是 遍布在空間中 那第二次是找到一個劇場在做 那劇場 的經驗是 反而他變成也比較像是音樂會 對 那 對 那 好 那這個也許大家有時間再看好 對 那就是 這個各位來講是 比較是我被動 呃我被動去配合那個 那個 表演這件事 就影像作為 就是有點像是 玩樂團一樣 那我這個角色 就是比較是 輔助這個東西出現 但就是 跟人者 之間的互動 也 對 像 有一些 啟發這樣 我覺得 好 那我就給大家看一個 一個 一個表演好了 那這個是我去年在那個 蕭融文化 有去 跟那個 有放映做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是 有一個 展演 呃有一個展覽 那展覽就開了 我們做了一個就是 比較實驗性的 那個 音像表演這樣 那我是用 使用靈魂投影機 跟 呃本來要 組合一下外環表 然後 對 然後做 像 下一個月要 做線上 那基本上我是把 膠卷剪成各種 然後把 做做為 的材料 我可以去 即興的使用 好當然是之前 有聽過 那再透過那個 呃 像是 玩具啊 或者是一些 濾鏡啊 就是去 製造那個 影像的 現場的效果 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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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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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對啊 那當初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就比方說那些版要這樣不玩 那我們找個描繪的上面是 所以它螢幕的邊是透明的 然後那時候本來想要放眼在螢幕前面 就影像會透明在螢幕上 但是因為後來要使命所以這些都不行 不過這等於說是我第一次做這個膠捲的實驗 就是膠捲剪成片段 然後用透明鏡 然後用透明鏡本身的一些 一些那個 一些就是機械的容器去 去玩那個影像 材料重新使用的可能 那好 那 好啦 那 其實就是 我在想一下我自己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做現場的東西 其實很重要的部分是觀眾的 就是你如果把電影做成 跟在電影裡面放一不一樣的製造型的感官性 然後它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在場性就是 我對我來講我覺得是即興這件事情 就是 當有表演跟有 各種隨機的可能 那個即興的東西就會在場 那即興的東西就是 讓我們覺得這真的是在場 就是在這個 這個 這個moment這樣子 好 對啊 那就是我接下來也有發展一個 新的 但是還在講 那基本上就是用電影機械 就是另外一個東西叫做一球 然後大概有這樣 那樓下 有高空老師的一個作品是 就是 我覺得是這個的現彈動 非常的厲害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那就是 我現在也有在發展一個東西 就是也許 之後就會來講 但是因為我準備了很多東西 所以 忘記把它講 然後 然後 然後接下來如果我要講個現在 就是 比較接近於我的長輩或朋友 就 但現在還在 比較地下的方式在 就是 表演的 應該算是 類似 團吧 然後這個叫做Opticus 就是 章魚 光學的章魚 那 光學的章魚呢 就是他們是一個 不嚴謹的作品 就是有大概 就是他可能有十個人 可能只有三個人 同事做一次表演 那他們基本上就是 真的是用比較像是樂團 在genre的方式做 對啊 他們每次會有一個 中心概念 然後中心概念 大家去準備 然後說 最早 正面兩隻黑鵝 對 有什麼 然後 對 然後每個人去準備 他們在某一個場域裡面 通常是小小的 那 但這一個是 好像一隻 會特尼美術館之前的一個 大展覽 叫群人 就是講公開影像的展覽 對 周邊活動 然後在一個非常大的 體驗 所以就是 製作有非常多的影像 對 那就 多說 讓大家一開始看一下 讓大家一開始看一下 然後他們說 用很多不同的美材啊 像是 換燈片啊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那個 Liquid light 的方法 就是你拿來的那個 十五頭筋 然後上面放一層水 你彩色的 然後第一眼標 那 一眼畫這樣 那這個表演裡面 也有一些數位的東西在 對 我覺得是蠻 蠻有趣的 按壓 就是 就是 算在兩邊做這個東西 比較 一直是蠻有趣的 在做的 對 這樣子 對 然後 嗯 好 算是蠻有趣的 對 然後剛 對 就是我覺得這種 就是他們的角色比較像是 把那個 放一層當成表現 那我覺得就是 就是電影裡面 非常重要 Espanish 然後其實還有很多個 但我先挑著講好 因為我應該解釋 很臭的事情 就是 有一個叫做 Hang Jun Lee的 韓國男生 Ming Jin 對啊 他也是 我覺得他是亞洲現在做這個東西的 巧處吧 就他自己是 做時間內裡出身 但是他的東西會 非常強要膠卷複製 然後用那個膠卷去 散播到整個空間裡面 然後 對啊 然後他有配合一些 光 就是閃光的效果 然後還有 但還 比較多造影 然後去 就是做 做 做這個 現場的表演這樣 對啊 然後 對 然後 我們來看一個 然後像這個東西 其實他後面這個螢幕啊 他是攝影用的閃燈 然後他就使用一個比較遠 放在上面 然後所以他可以用 用 某些 用一個手機的App去 去統治這個閃 閃光燈 所以把成功燈正對著觀眾 然後 閃光都沒有閃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 使用力 是做的很強 然後 呃 這個東西 你下面看不到 其實基本上就是 他等在這邊 然後 一個很長的膠卷 呃 不唱過了整個人的狀情 所以同時你感覺說 你有一點感覺 你身是在投影機裡面的感覺 對 對 然後再講 另外 他另外一個團體叫做SIT 就是 他是 以前在 對啊 以前在舊金山的 的 的一個 一個團體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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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是 也是一個樂團的 比較像是一個樂團的形式這樣 然後 就是三個 呃 藝術家 然後一起做 然後這個是他們在 也是在 2002年的 會分明雙眼展的 表演 那他們的特點是 中間這個東西 他是一個 一個螢幕 然後那個螢幕可以旋轉 對 所以就是 對 三台發音機 然後有人在控制這個螢幕 對 然後這是一個比較 比較多自然的東西 所以他其實蠻抽象的 就是 透過 不同方 以上後不同方式 去佔領這個空間 可能這個表演在 自己手 然後還有 好 這就是螢幕在旋轉的方法 對 對 就在這邊 好 好 對啊 那其實就是 這樣的歷史還有很多 但是 就是 我覺得我們有機會 來講 但是 就是 其實一直看去 通常這東西 這裡一直都還在 那我覺得在 賽套後面還有 不同可能 就是 希望有配合出狂 講完了 謝謝 謝謝 很感謝 就是 二門各場 從 演講電影的脈絡 以來 他自己在 他的創作時間 以及也提出了很多案例 那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剛剛在後面 我看到他那個 輕 輕入是應該是 沉浸的進 進入 是immersion 就是沉浸 配方景進去 就是他剛剛 大家用 聽的可能會有點誤解 另外他也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 就是 有關於 現場 電影的表演形式 其實很重要 是有觀眾的位置存在 就是這個事實 所以 他的感官性跟 在場性 其實跟 他的即興表演裡面 有這兩個大特定 他必須跟 觀眾的 現場的感官直接連結 然後其實在 講話的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 也 請仙玉來換他的力量 那大家可以在那個 策劃設備的時候 可以稍作一下 休息 那我們待會可能會稍微 壓縮到 原本運定的十分鐘 休息時間 所以這段時間 如果有需要去廁所 或是休息一下 的朋友 大概五分鐘 謝謝喔 沒關係 還是講到三十分鐘 接下來 請 曾仙玉 進行下一個階段的 就是 討論 哈囉 大家好 也很謝謝 他們這次邀請我來 然後雖然說 這次討論的 可能是比較 影像跟聲音 影響形式的內容 然後 但是我自己本身 應該說是 早期 還蠻迷戀的 這些東西 所以有做 一些相關的創作 這樣 不過今天我 應該就 近幾年來做的東西 去大概講一下 就是 大概這個領域 有可能會 你為什麼去變化 或是延伸到 很多不同的美產 然後 然後我就 正前 然後我就開始講 然後這間作品 算是比較 近期的 就是 一六年做的 然後 基本上 它就是 什麼東西都沒有 只是說 現場 現場 它有一台 所謂的軟體 無線電池 然後它會 發送 特定的訊號 然後所以 當你觀眾 進到這個空間的時候 基本當 它會 不斷的 就是去 jam你的 手機的 電信公司的訊號 然後當電信公司的訊號 完全被評定之後 因為 4G網路 有一些特定的弱點 然後 是針對 4G網路的弱點 去把 進到觀眾裡面 解決出 觀眾的手機 進到這個空間之後 會被我 搶奪過來 然後 我就可以得到 手機的硬體 跟 SIM卡的 ID 然後 我就可以 稍微 做一些 比較像是罪犯在做的事情 塞一些訊息給 這些觀眾 這樣 然後比較好玩的是 呃 因為那個 比較技術成年 然後比較好玩 我自己覺得 是因為 我當初來想這件 作品的時候 是因為 因為常常會去看展覽 然後我可是有時候覺得 有時候會好奇說 現在人 他 對於 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他的想像力 跟 他在思考什麼 這件事情 稍微有點好奇 這樣 所以我那個時候覺得 那我 想要想一個方式 是我用非常 具有侵略性 跟 呃 能夠用某些方式 是讓觀眾是非常主動的 要去想像某件事情 所以 當觀眾的手機被攔截 然後 按一下臉之後 他們收到訊息 會是 呃 文字的內容 然後他會告訴觀眾說 在這個空間的哪一個地方 他有一件作品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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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洗 文字去洗的東西 你知道 所以觀眾給自己 就是自己自己腦補之下說 看了那個 看了這個 訊息 然後那個東西 會是這樣怎樣 老實說 那一些 不存在的作品的內容 都是跟 人類在歷史上 他 有一些東西是還沒有發現 所以大家會覺得 他不存在 這件事情 是有關於 因為 有一陣子比較迷 無線電 這類的東西 所以我看了很多 關於無線電的數 然後 呃 然後其實 無線電 就是電波 然後其實一直以來 就是存在於我們這個世界 可是 人類真的去理解它 跟相信它存在 是 當我們人類知道怎麼去 使用這個 這一個 原本就在大自然 或是宇宙中的東西 然後把它變成我們人類的工具 之後 我們才開始真的 真的理解到 原來我們看不到的東西裡面 還有這些東西 就像 就像我們現在 會用無線網路 啊 會用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些東西其實我們看不到 可是我們就是相信它 它就是你 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人 人在行為跟思想上 很好玩的一個特質 所以我 就是做一個這種東西 大概去 去述說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 開幕的時候的畫面這樣 然後基本上這件作品 在 當初 因為它當初是各展的時候展出來 算是比較順利 因為之後 有一些展覽的邀約 可是 就是 因為一些法規啊 還有一些奇怪怪的問題 所以其實有時候 會蠻困擾 就比如說 近期它是在培育營展 可是 因為我人人不在 有些設置之後 它的範圍有時候會 會擴大 然後其實 影響到它那些 培育那些大學很多 就是教職員 他們的生活這樣 所以 就變成我還要 還要在那邊 想辦法 躲開那些 他們要用的頻道 然後我做完這些 作品的好處 是我 收到一些 特別的邀約 然後去參與一些奇怪怪的事情 然後這是 它的樣子 然後像 現在這種東西 成本越來越低了 所以 所以其實 比如說 然後很久以前 有一個瑞士的團體 他們有做過的作品 他們拿著手提箱 在展覽會上 走來走去 然後他們是 他們的作法 就變成是 去攔截每一個人 無線網路 所謂的 就是風暴 然後他們攔截完風暴之後 他塞他們自己 製作的風暴 回了 那一些 就是在會場上 的電腦 所以 他們只要經過 你如果有開瀏覽器 就是沒有流量 基本上你就會看到一些風暴情 然後這東西 然後 中國的詐騙集團 中國的詐騙集團 他們會一定用 一模一樣的東西 去攔截個資 跟你的手機號碼 所以 如果 如果早期 你們常 去中國旅遊的時候 你們到一些風暴情 那樣的地方 就會一直收到訊息 或是 MMS 放 他們就是用 用這類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 第一件作品 也是在 16年 跟15年 建築 然後這件作品 他基本上 他是一個 簡單講 是一個 公立的 生態圈 然後 他是延續 我跟 一起創作的 呃 這是當初跟 張初穎裝 各自很多的 然後因為 我跟他很久以前 有約好 可能每兩年 或三年 都要一起 一起做一樣 合作的 東西 然後這是 這是 應該是 2015年做的 已經有能忘 然後反正 簡單講 他就是一個 封閉的紋式 然後他裡面會 不斷的去長 紋子 就是 一開始會 放紋子的軟進去 然後放了軟進去之後 他們會生長 然後 比如說 在最右手邊 那個 比較小的 箱子裡面 它有一個管子 就是所謂的 威脅器 然後就是 呃 然後上面那個鞋帶是 就是每一次沾蛋的時候 我就要抽 抽大概 五、六百CC的鞋 然後分成 一小袋 一百CC 讓他可以 處理長 這樣 因為 文字他們基本上 文字他 吸了血之後 他才會慘亂 這樣 很多人 然後所以 呃 裡面他會不斷長文字 然後 文字長了之後 他會跑到 旁邊 另一個文字 他們就會飛來飛去嘛 然後到旁邊那個文字 他就 很有機會 會被那個 比較大型的 文人打死 這樣 然後打死了之後 打死之後 那個東西 就是打死了之後 然後在那個電腦遊戲裡面 他裡面是一個黃島 然後黃島上面就會出現一個 一個人 這樣 一個人型的東西 你知道 一個黑色的人型 然後 那個黑色的人型 在 在那個黃島的遊戲裡面 他基本上也有 他自己的生命走起 大概是二十分鐘 然後就是 你如果不去管他的話 二十分鐘他就會死掉 他就會這樣餓 然後倒掉 然後就死掉 像一般的遊戲這樣 然後當他死掉的時候 所以 最右邊那個文字 他就會啟動 血閥 然後就會把血再放進去 然後文字他們就會去吃 然後就會再懷孕 然後就會再增加文字 所以 整個作品 就是這樣 在 用這種方式去討論 就是 就是 人 就是 人口 就是 一個量 生命的量 跟生存這件事情 所以他基本上 是會一直循環 然後當 然後那個遊戲 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你觀眾可以操作他 然後 你可以為他們補給品 然後當裡面的 黑色那個人型的東西 他 撿到補給品之後 他就會再加五分鐘 所以 觀眾如果一直丟補給品 給他們 他們基本上就不會死 然後這個箱子 就不會再放寫 然後不會放寫 就是 你會降低 文字他們 在想要 生 就是殘亂的 那個 那個慾望 這樣 然後 旁邊那個 這邊的話他很平 然後 基本上是 也是會增加 文字 死亡的心理 這樣 然後 這 基本上 就 大概是這樣 然後旁邊那個黃黃的東西 是糖水 因為 公文字 基本上他們 他們不洗一些 因為他們 還是需要一些糖分 去生長 然後 這是 絕絕 然後 就是 癢到後來發現 就是 那種一般的 有種叫做 Qdex 就是 佳文類 那種夜行佳文 中文類 那種 那種就是 特別好癢 因為他們 真的 會一直長 然後本來是那種 班文類的 就是 比較困難 然後只是說 班文 班文類的 什麼 亞洲老五 那個 白線商 你知道嗎 他們那個 軟 後來發現 比如說 後來跟 就是跟實驗師合作 他們說那個 軟被放了 好久好久 然後只要環境OK 他們就 再長出 那種 那時候我一直覺得蠻驚訝 然後這是 第一個版本的 威脅器 然後 這個是 就是很早期 剛開始我們展的時候做 效果不是很好 因為它 它 壓克力的 管力也比較厚 然後 它的溫度很難 真的達到像 人體的體驗 所以 其實我也是 就是 愛吃不吃 然後後來有改良 就好 然後 這是那個 黑色的 然後你可以只有 礦泉水 我一直要想跟他們 一連長他們在 這個 遊戲裡面的時間 這樣 所以 所以神經病 基本上就是 就是 虛跟詞之間 然後 想辦法 把它變成是一個 它會 互相影響的 壞人 然後 你也可以直接殺死它 你也可以開箱 直接殺死它 然後 機器就會放血 這樣子 所以神經病 剛展的時候 因為設計的 真的很好 所以很多觀眾 會一直殺它 然後那個血 放到什麼 能夠買出來 然後 它的影片大概是 這樣子 就是只要 那邊 我一直有死亡 這邊就會產生一個 黑色的人 然後 然後遊戲基本上是 蠻粗糙的 然後這是在 這應該是 在其他地方展的照片 然後這件作品 基本上是 源自於這件 然後這件是 果然蠻 就是它其實在 它 這件是2013年的作品 它其實是一件 更早前的作品 在2009年的時候 然後 做的 然後因為 大概2009年 那段時間 我 我習慣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一些 特定的習慣 就是不斷的去 把一些 老的東西 壞掉的東西 想辦法把它 拼裝出 拼裝出 作品這樣 所以那一陣子 就是有一系列的東西 我自己是 是把它叫做 就是收集成的系列 這樣 我會去找一些 特定的東西 或是隨機的東西 去把它拼裝出來 成一個作品去講 我要講一次 然後這件作品 叫 After Life 然後基本上 就是來生的意思 然後它 它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一個 電動玩具機台 然後反正 它旁邊是古文燈 然後上面那個顯示器 是顯示 就是 你現在這個遊戲裡面 還有幾條命 然後 基本上遊戲的生命 是 藉由你這台機器 真的去打死你 昆蟲或是蚊蟲 然後收集來 所以 比如說你這個機器 打死一隻蚊子 打死一隻蚊蟲 它上面那個Counter 它那個基礎器 就會加一加一這樣 然後你玩那個遊戲的時候 你就是用 用上面那個 那個命去玩 所以 然後你玩 然後那個遊戲是設計成 我是去改以前 就是那個 宇宙侵略者那個遊戲 然後因為那個遊戲 它在那個年代是 就是 就是 太空年代 然後大家就是有一些 什麼 宇宙計畫出來太空 所以 當然有很多人他會去指控說 他今天我有 外星窮的人來 然後 攻擊人類 或是侵略人類 或是怎樣 或是怎樣 所以 這個遊戲基本上 他當初的設定 是外星人 侵略人類 然後人類去抵抗外星人類 然後這個遊戲 它算是 很早期的 應該也不會是第一款 它是 所謂的 寄分型的遊戲 就是你如果 在遊戲史裡面 你會發現 這種形式的遊戲 像是沒有結局 它這種難度越來越高 然後你打到自己 一直去挑戰 你可以拿到 更高的分數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 你一定會死掉 就跟 跟人生一樣 就是你 玩這個遊戲 你沒有 你沒有一個結局 你只有最高分 你怎麼樣都還是會死掉 然後也是因為它這個特色 所以我把這兩個東西 混在一起 所以 你怎麼玩都會死掉 所以你觀眾只拿到 一參與 它就是會把命用掉 然後當 然後這個遊戲 我是把它改成 就是人類在攻擊 一隻蟲子 就是你觀眾 就是操縱的蟲子 抵抗人類的攻擊 然後當你觀眾操縱的蟲子 死掉 它激素器就會解密 所以 在那個時候 它有時候 很多人玩的話 它就會到零 然後到零 很多機器 它 就會不給你玩 然後螢幕上會顯示說 你需要去等 你需要再去等 這台機器 真的從我們的物理世界 收集到 收集到 命在這一幕玩 這樣子 就是一命換一命的玩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就是當初 這件東西 然後它 它有三個 三四種模樣 然後這個是 我剛才跟你們說 是最早 是2009年左右 做的這個 然後當初思考 做這種東西的時候 是 我其實很多作品 是 自己會喜歡 觀察一些 可能自己的 壞習慣 或者是 就是圖片 身邊朋友 或者是大家在想的事情 然後因為我那個時候 是在思考 因為像以前自己 也會有 小 小型的生命 就是我隨隨便便 把它打死 我不會難過 可是 比較大型 就是 大型的 不管是動物 或是生命 生命 就是 很容易 我會去怜悯它 我可能隨隨便便 就把它殺掉 比如說 貓狗 鳥魚豬 這種 隨隨便便 就是 萌殺掉你的生命 像昆蟲這種 更小的東西 一般人把牠們打死 一定是不同 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開心 這樣 因為牠們會打擾人類的生活 然後像 捕蚊羹這種東西 也是 一個特別的 特別的發明 因為牠其實就是發明出來 不要那些 不要那些 蚊蟲 或是蚊蟲來打擾 我們的生活 然後我覺得這種行為很特別 因為 人家打擾你生活 沒有辦法發明一個東西 去 去毀掉人家的人 的人生 這樣 所以那時候 就是希望 藉由這件作品 讓 理解的人 他去想說 比如說 人對於生命的價值 是有 階層性 跟 會因為形體的大小 然後去做不同歸類 那我覺得就是 也是人類的特點 然後所以才會導致 那個不一樣的問題 這樣 嗯 然後這個也是 大概就是那個年代 就是那個時間 我做的東西 然後一樣也是比較 比較 手作跟 做的比較隨便 其實 其實 就是完整性 非常不利的一件作品 然後 這件作品 他叫做 肖像 然後肖像是 就是 我自己會 當時是 自己給自己的一個 像是作業 就是 我每年 接近臉墨的時候 就必須把 一些手邊 剩下的材料 然後品音 臭臭把它做出 這些東西 然後這件作品 是 2011年的肖像 然後他基本上 是一個 會哭的臉 然後 可是他只會在 沒有人的時候 哭這樣 然後 就是那個時候 是在思考 就是 因為那一陣子 比如說 什麼 那些東西看不起來 然後就很紅 然後就 當然 因為本身 從事一些 軟體的工作 所以也會 去練習 或者是想說 從那裡面找出 找出一些 觀點 然後把它 轉化成作品 然後之後 那時候在思考 就是覺得 自己好像 也做不到 不可能做出一個 機器人 然後完全的 非常 像是人 或者是他有 充滿各個人 不同的行為 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大不要把 一個動作 跟一個情緒 就簡簡單單的把它 呈現出來就好 然後那時候 我就挑 比如說 我們 我們身為人 就是比較容易 強烈的情緒 這麼哭 這樣一個人 一個人 很開心而哭 然後你很難過而哭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把 哭這個東西 賦予到一個 就是 破破爛爛的東西上 而已 然後 只是說 就是 觸發這個作品 哭的 哭的 那個關鍵 會是 當這個空間內 完全沒有人 然後人頭才會 開始碰到 所以基本上 觀眾是看到他哭 就是他只能在 之後看到 可能地上有水 或是 莊子上面有 濕濕的 那因為 就是 你 哭這件事情 不讓人家看到 也是 很多人 他自己會 就是 很多人 很多人 會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蠻好玩的 然後也蠻浪漫的 所以 就 覺得還不錯 只是他 他後來 就是問題 對 就是這個作品 哈哈 有時候還哭 結果有一次 他們 再去暮泥黑 然後就哭 哭了跟那個 大熊一樣 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就很好笑 然後 走走快一點 然後這個 這個又是另一個東西 其實那個時候 我在思考 社交媒體 跟 去使用電腦 這件事情 然後剛好 那一年 他其實 更早 是 這個東西 最早的實驗 那個時候是做了一個 瀏覽系的外掛 就是瀏覽系的 extension 然後他是 像是PFP 然後就是你裝 朋友之間裝 我就會看到對方的油標 然後 對方比如說 在使用瀏覽系 可能會知道 對方在 用 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畫面 我只看到油標 那種東西 然後那時候在思考 就是 比如說像很多 社交媒體 基本上是Base 在一個時間線上 就是你 大家 可能貼文章 或是什麼 他都是用時間線 一個走線 做管理 然後那時候在想 有沒有更 身體感的東西 可以去 讓 就是 沉溺在 在瀏覽系 或電腦面前的人 他能夠 更容易的 去知道這個人 真的現在 是存在 在另一個 你看不到的地方 然後他也在 網路的世界 做些什麼 那我那個時候想說 那太好了 因為滑速的 游標 只要你真的 在用電腦 他一定會 所以就做了一個 這比較像是 Pro Type 原型的東西 然後後來 後來是 就是 剛好滑速的發明人 他過世了 大概2003年 所以 我那時候就把 所有剩下的東西 做成 203年的小想 然後是紀念滑速的發明人 因為 如果 沒有他發明滑速 基本上 不會有優標 不會有 UI 不會有使用者介面 沒有 沒有現在所謂的 作業系統 不像式的作業系統 然後你也 就是 想當然了 可能個人電腦的發展 就會 變得比較緩慢 所以溝速更快 你知道 可是基本上 現在個人電腦 現在個人電腦的主機 基本上跟這個人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 這件作業系統上 他就是 一堆滑速 然後 你插幾隻滑速 但是有幾個 有優標 這樣 然後你每一個優標 都是可以使用 你知道 好 然後這是 一個遊戲 然後這東西 基本上 沒有什麼意義 就是那個時候 無聊的 都做了 然後這些東西 也是肖像 然後基本上是 聲音裝置 然後我是使用 空間中的 電波跟磁力 去驅動 用高壓電 去驅動 一些球 這樣 然後產生 產生一些干擾 然後他會直接影響 擴大單體 然後產生一些比較 比較所謂是 很無可 你沒有辦法預測的聲音 這樣子 然後這是 那個時候一樣 然後高壓電的來源 是 電視機 他設電匠 的那個 vascular transformer 這樣子 然後去做改裝 這樣 然後基本上 還有另外一個系列 像是靈摩 然後像這個是 呃 基本上就是 有點像是 向遠光明老師 靈摩 因為他 還有一件作品 是 呃 盤中語 嘛 然後他英文叫做 Dish on Dish 然後那個時候 覺得 好玩 所以我做了 Dish on Dish 所以 他整個是 一個簡單的 機械裝置 然後基本上 他就是盤子 反過來 蓋在 蓋在一個馬達上 然後馬達上面 有一顆紅色燈 看起來就像 他那個很經典的 看中語作品 那個經驗 這個是他們 然後這件 這件作品 也是 也是有點無聊 在亂想 因為那時候 在想說 如果台灣 台灣這座島 可以把它改裝成 可以開走 然後它的形狀 可以開去哪 因為你 你 你船是有一個 特定的形狀 可以真的去運行 然後我想說 他台灣這座島 我可以開 我如果 要他直直的前進 他會往那邊轉 然後因為形狀的關係 所以他會一直 向右轉 所以向右轉 可能是好 因為你向右轉 不是 向左轉 然後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 去公園試試玩 你知道嗎 可是那個人做不好 就會沉而已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 當中的災難的時候 就是可以 給觀眾自己玩 大家 大概是這樣 還蠻快的 然後就是這樣 就是可能 可能在政治立場上 我也會希望 台灣可以 自由自在 想去哪 就去哪 所以那個時候 就翻譯 那邊 我就 然後後來有 換馬達 然後跟裝一些 特定的東西 讓他可以跑超快 結果 我這邊沒有翻譯 可以這樣 然後這是另外一件作品 他就是這個機器人 然後他會 產生造型 很吵 然後他 你只要人經過 他就會追過來 然後你 然後你投錢 他就會安靜 推回去 所以他基本上 就是跟你要錢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時候是 就是 會在一些國家 找朋友 又行 然後你會發現很多 很多 很多有錢人 他施捨其實是 不想要你去找他 然後我覺得這個 就很好玩 就這樣做這個 然後這個是另外 也是一系列的東西 他基本上是 植物會有氧化作用 氧化作用 就會有電子的流動 然後是 電子的流動 你其實 設計一些特定的回路 你可以讓他產生殼忍 就是所謂的電流 然後就是用植物 他在生長的過程 產生電流 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去驅動閃光燈 所以這件作品 大概三四十分鐘 他產生的電量夠 然後散光燈就會散一下 然後這是更早前做的 就是類似這樣 實驗的東西 然後這是另外的東西 是 就是所謂的 generated video 就是 我用 peer-to-peer的 search engine 就是點對點的時候 願意去找一些 不同的content 然後去 去把它混合起來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 是所謂 我自己 第一層它是短語 就是 我用peer 就是 一個很久以前 電腦語言 現在也很多人在用 就是它 它的特色是 你可以做 很多 關於做一些 操控制 然後我就是 都寫短短的 然後每一個 每一個東西 都是可以讓你的電腦 劈效 就是 做一些默契的事情 這樣 不知道 這是影片嗎 我知道 然後 這個叫做 叫做 不同意的 顏色 就是 執行之後 它自己就會 搖頭 然後 然後這是另外一件 作品 藝術家的工作 然後基本上 就是一個申請表 然後你永遠都填不完 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滑一直滑 就是一直出一顆心 這樣 可能是薄心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有一次展覽 因為他們一直跟我要 展覽的論述 然後我真的沒有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就做了一個 大概 五六十種不同的講法 這樣 所以你觀眾來的時候 你就是按一下 然後它就會出來 不一樣的講法 跟不一樣的 作品內容 這樣 然後這個是 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在做 所謂的Line Coding 跟 跟一些 就是Line Line Coding 相關的東西 然後 因為這幾年 一直在做其他東西 所以 沒有什麼新的 然後不過 大概 大概 我做的東西 沒有那麼有遜事性 可是 基本上 就是可能 在做當下的一個感覺 或者是我自己 比如說你Line Coding 會存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 魚馬 去處理 不同的線條 不同的影像 不同的效果 這樣 所以通常是真的 有一個表演的時候 然後我會 稍微 臨時抱佛腳 拿點東西整理整理 然後 就直接 然後有的時候 精神狀況好 其實我現場 可以做到 很多 我覺得 很不錯 漂亮的東西 Line Coding 就是 一直以來都有 可能 近期也蠻流行的 因為 國內外 他們會辦 所謂的 UGGLE RAID UGGLE RAID 它就像以前的 RAD POD 就是說 所有在台上 表演的人 他們是直接 用Coding 去產生一些 影像效果 或是 聲音的效果 這樣 然後因為 這些東西 跟所謂的演算法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把 那一類型的 火松的Party 叫做 然後 這個是 之前 也是因為 他們躍躍 然後在那個 在 Tea Festival 台北 台北 做的 一個東西 然後 我大概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瑞瑞 其實之前 在那個 Outshout的團隊 在台北 有辦的 包括地域跟地下 裡面有 請到 跟Tea Festival合作 其實我們 滿常早 先做現場表演的 那 我們待會 交付提問的時候 可能也會有一些問題 可以跟他討論 特別是他 Live Morning 跟他的 它的 頂上生成其實 都是有機性 好像完全是 開放式 沒有辦法 有預期性的結果 那他們也呼應到 Live Morning 裡面其中 有一個 Mixing Guide 其實也包含了 這個部份 它是超越電影的 緊接概念的 我們在 所有的 簡報結束之後 會進行這個 部分的討論 那要我們現在 也是五分鐘 休息時間 我們這邊 畫一下設備 然後下一個講者 會是 邱志全 謝謝 好 來歡迎 這一場的講者 是邱志全 謝謝 可以開始了 謝謝 大家好 大家都叫我熟悉 然後 然後分享的是 那個 我在做神奇五頁這一場 鼓動的 創作過程 神奇五頁是 今年七月的 神奇五頁 神奇五頁在大喜大喜 那一場活動的開幕式 就這一場 神奇五頁 不知道大家 酒樓 對這團體有什麼 印象 它是以 台灣的廟會 廟會文化的 音樂顯示 然後加入電子音樂的 一種 裝飾表演的 算是 藝術團體展 那它是由 就是台灣的 音樂全就三位老師 他們組成的團體 然後 我就 跟他們這個 project差不多 四年的時間 然後每一年就是 我就試圖的想要 藉由這個 這個 團體 然後來去表述我的 創作的理念 然後跟 他們的視覺理念 那我就先從 大喜大喜這場活動 我有剪一個 差不多一整半的 影片 然後我先給大家看 對 你 我們 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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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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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